家人们 现在是早上时间9点半 我一上班就开始给大家拍视频了 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要问了 方先生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开始拍视频呀 问得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我精心挑选了几款送食早餐 可谓是风格迥异 五花八门 历尽9981代 全程无广 点个小赞 今天陪观众老爷们吃早餐 卖家发及时三明治 小冯家二老良鸡肉饭团 天剑墨西哥鸡肉卷 八大锤酱油煎蛋 淮北销馅果凉皮 这个价格应该算是正常水平吧 我看着感觉还蛮划算的 那我就开始了 先吃这个三明治 楼下便利店卖一个六七块 这个只要一半的价格 肉松火腿芝士沙拉 好吃的都放一起了 肯定不错 味道好香啊 入口基本没有什么火腿味 肉松味倒是非常突出 没想到的是 面包体非常软 不过你们看这个火腿的颜色 好红啊 我这心里有点不得进 火腿的肉质非常的Q弹 很有韧劲 这是应该的吗 三块多好像 也还可以 有条件的就别买这个了 打个三点二分吧 那我就不成了 遗憾泥肠 那就下一个吧 奥尔良鸡肉饭团 我觉得这多少有点骗人了 我以为真的有包装这个大呢 各位老爷们 您瞅瞅 这够谁塞牙缝的呀 闻着倒是蛮香的 海苔和奥尔良鸡肉的味道 确实 你把它所讲识出来的都描述出来 甚至还有股海带鸡蛋汤味 里面有玉米和萝卜 合理膳食 不错 吃一口 有点甜 但是不酸 如果刚夹着完就吃 应该好一点 米饭其实蛮软的 也比较饱满的感觉 酱汁非常入味 咸香口 玉米增加了口感和甜味 后劲隐约有些香菇的味道 就是这奥尔良鸡肉饭团没有肉啊 你们知道像啥吗 很一般的自助餐厅吃到的劣质寿司 嗯 还有点像粽子 而且只要7块多 我还是选楼下便利店 3.5吧 好家伙 你学的好快 下一个 墨西哥鸡肉卷 我已经夹着完了 看上去和便利店卖的一模一样 就从这个视觉上来说 玉米好多 鸡肉看着量也不少 我觉得还可以 奥尔良味挺重的 可能是炸鸡的外衣裹得太厚了 整体的面粉感比较重 虽然不难吃 也称不上满足 调味重 后劲都感觉舌尖发麻 第一口 不错 第二口 好咸 其实便利店鸡肉卷我也没吃过 没什么概念 这么长一条肉 这么厚 3.4吧 零解万岁 下一个下一个 淮北肖县卷凉皮 这是师大师手工做的 闻着就喷香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 冷冻后加热口感会差 上面还写了 加热完得自然放凉 不然不好吃 哎 已经凉了 尝一口吧 大一点 你要这么小 你给谁看的 韩姐真的很严格 我不严格 我只想让她多吃一点 母亲的爱 我真的会是 她花生酱的味贼重 一口下去就是豆芽的清香 脆脆的 很丰富 我选的是微辣 这个辣椒油绝百了 如果有麻辣的指定更香 而且凉皮口感完全没有变差 依旧非常弹牙 有韧劲 不比线做的差 要知道 南京的凉皮真的很少放麻将 这个好吃 我要打3.8 你们快点尝尝 我等你这句话 你不吃啊 我不吃 这个好好吃这个 你尝一尝 那我的面鸡脏好了 好吃吗 这个辣油好香 师傅吧 然后它那个麻将 好浓郁 里面还有菠萝丁 菠萝丁 呃 萝卜丁 最后一个 酱油煎蛋 这是我最期待的 好吃的 我刚已经吃了一个了 你少少吃 嗯 就刚刚 被子我们偷吃 它闻着就是五香卤蛋味 可能就是换个形状 这里面真的有蛋黄 你们家其实还不长蛋黄啊 我的意思是 这个是煎蛋形状 不过没有什么煎蛋的油香 酱油味蛮浓重的 可能是因为比较厚 大家把它当普通卤蛋就行 给个3.5 毕竟这么便宜 就很像那个麻辣炕里面那种 这还没卤蛋黄吃的 不要买 3.5 我觉得有点气质高了 我觉得0.358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吗 好了 整期下来 我最推荐凉皮 开的是手工制作才行 你们说我要不要专门做一期 各地现做美食啊 我先辞职 现口开发 全网最下方的美食测评网绿